好的 我们再来看到关于三大逻辑证明的第三个方面 就是方程根的个数 那关于方程根的个数呢 刚刚也给大家总结出了这样一个套路 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三步了 相信大家后面学到后面会经常看到这样的三步区 第一步呢 先构造函数 这里提示啊 构造函数呢 一定要注意化解 比如说你要等于0 你可以把不等于0的 就是它大于0或小于0直接去掉 就可以把函数画得简单 那化解你也可以利用既有性 周期性去把它进行化解了 这里化解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你可以利用既有性 周期性 那你化解完以后呢 你要求方程根的个数呢 比较重要的就是求单调区间 因为你求完单调区间以后呢 你就可以来统计这个0点的个数了 为什么要求单调区间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函数的图像 比如说我随便画一个 这样一个函数的图像 那你会发现呢 你看我随便画一个 你会发现它0点的个数就是在什么呢 在每个单调区间上 那你会发现看这个点 这个点呢 是不是在这个单减的区间上 然后这个点呢 是在这个单真的区间上 那它到底有没有单 你看这个单调区间呢 这里到这里 这里到这里的话 你会发现是没有的 因为这个还要带端点 所以说第三步呢 你看第一步 第二步是求单调区间 第三步呢 就是带端点 看它的正负情况 如果两个端点是一号的话 那说明有一个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没有 但最后这个东西肯定是根据 0点存在定理了 这样的一个原理 那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另外呢 我再提示大家 就是大家可能还会看到这种 就是它证明根的唯一性 证明根的唯一性 那证根的唯一性的话 大家要注意 你要从两个方面 也就是说 要证明这个函数有唯一根的话 那除了其实做法呢 也是按上面一样 就是构造函数 化解 求单调区间 但是你会发现 这种一般只有一个单调区间 就是单真或者单减 然后再去说明 两点一号 两个端点一号 就可以说明了 所以说它一般会怎样呢 存在性要说明 它存在根 用零点定理 再利用单调性 说明它的唯一 也就唯一性 它有两个东西 它的话用的是零点定理 它的话就是单调 那关于方程根的个数呢 你会发现就这样一个思路 理下来 那相应的你要去做一些提问 把这个其中涉及的一些细节点 再给我把握到 比如说我们来看到这套题 我们来看 因为这种题呢 很多时候是含参数 所以含参数呢 一般含参数就是要这样的 分类讨论 那分类讨论呢 对于大家来说呢 其实是一个 不能说是一个特别难一点 但是肯定是一个难点 大家一定要去通过做题呢 学会去 这样分类去讨论了 那我们就通过这道题呢 来看一下 怎么来讨论 第一道题 它说 K是常数 讨论函数 fx呢 这样一个fx 在它的定义内的零点的个数 那我们就可以来了 按步骤来 虽然是含参数 但是还是按那个步骤来 第一步构造函数 化减 那你会发现了 其实不用构造 因为这个函数已经给你了 而且也没有太多要化减的东西 你看 这个函数呢 飞机fail也没有周期性 所以说你就不用 但是要写一下什么呢 写下它的定义 你会发现它定义是多 你看它 说在定义内的零点的个数 那你会发现这个定义是多 是不是R减x要大于零 R减x要大于零的话 所以它的定义为多少呢 它的定义为x是小于R的 那你第一步呢 先把这个写出来 肯定是有分的 那写完以后呢 我们再去求单调区间 那怎么去求单调区间呢 求fx的单调区间 当然求单调区间呢 也是这样几步 我们后面马上就会学到 求单调区间哪几步呢 第一步 写函数的定义 你看这步已经完成了 然后第二步呢 找到注点 与导数不存在的点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然后分区间讨论 也是三步 就分区间去看它的导数是大于零 还是小于零 如果大于零 那就单真 如果小于零 那就是单减 那我们就按这个题目来一遍 把这个过程定义已经写完 我们就找注点 那就要求导 那你看这个东西求导点多少呢 求下导是不是 两倍的Loin的R减X 然后再加上X减R分之RX减3 然后再减去1 化减一下 两倍的Loin的R减X 再加上X减1 比上S减R 那你看你要找这个注点还有不存在的点 不存在的点你会发现是没有的 因为X是小于R 那注点有没有呢 那你会发现注点 你要解这个方程是很难解的 事实上 你会发现你看 你考试的时候经常 有时候你就会遇到这里 可能对大家就是个难点 你看你要找导数等于0的点 你可以得到什么呢 你看这种方程是没法解 没法解怎么办呢 刚哥教你方法 猜 对吧 所以说数学的学习啊 其实是需要想象力的 你会发现数学很多东西都是先猜出来 猜出来以后呢 再去证了 那你会发现呢 你看这也是一种分析能力 你在考试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了 因为这种方程你是解不了的 我们能解的是有公式的 那种一元二十函数的方程 我们是有公式的 那像这种是没有 怎么办呢 猜 你看导数等于0 那X就会等于几 你会发现可以猜到哪个呢 猜到X等于1时 你看很容易看出来 X等于1 它会等于0 那是不是就是这一个注点了 那有的同学就会疑惑 那这是不是就这一个呢 没关系 我们再看一看 如果它是单调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验证这个导函数 对吧 这个导函数 它是否是单调的 如果是单调 那说明只有一个 如果不是单调 那麻烦了 这到底做不了 为什么 因为你其他根 你怎么去求 根本求不出来 所以说基本上你可以猜到 它肯定这个导函数是一个单调函数 那我们就要验证 我们所想的东西 我们就要验证 来 我们验证 那么也就是再求一下 那再求一下 你看这个求导是多少呢 这个是x-2分之2 这块求导呢 大家去算一下 就是减去x-2 quad平方 那你会发现看 x小于r的时候 这个东西呢 大于0 负好小于0 x-2也小于0 2接导小于0 2接导小于0 即这个导函数是单减的 那这个导函数是单减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fx 或者这个东西 只有一个注点 即fp1等于0 只有x等于1 是它的注点了 fs只有一个注点 即fp1等于0 那你会发现是这样 那这样一弄以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其实你就可以得到 因为这个fpx是单减啊 单减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到 进而再可以得到 当x如果是 因为它是小于r 那大于1小于r时 这个导减数呢 因为它是单减 肯定是小于0 就是fx呢 是单减 当这个x小于1时 小于1的时候 这个导含数大于0 这个fx单增 这样以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 我们就可以得到 你会发现就可以得到什么 它的单调区间是不是就出来了 它是这种感觉 如果你画出来就这样的 先单增再单减 对吧 那你要去验证 它有几个单调第二步求完了 第二步求完以后 我们接着第三步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带两个单调区间的它的端点 带 带不进去的求极限 带不进去 求极限 那么来看 首先这个负无穷呢 我们就可以来求一下极限 比如说这个负无穷 x趋向于负无穷 然后这个fx是多少 是r减 x loin的 rx 我看一下函数 是rx-3 rx-3 loin的r减x 然后再减去x加k 那你会发现看 x区间负无穷呢 像这种呢 基本上就直接能看出来 这里是正无穷 加负号 但是呢 这里是负无穷 而且这里再成了一个无穷 所以它要远远比它大 因为这里本来就有一个 密函数还有一个对数的无穷 相称 它肯定要比它大 所以说这里是多少呢 负无穷 另外呢 f1 f1弄过来 f1是多少呢 你把它带进去 你会发现是k-1 还有就是 x趋向于r负 r负的时候呢 你看也带不进去 那我们看是多少 你会发现 看r负的话 这里是一个常数了 k-r 但是呢 你会发现 r-2-3是1 然后loin的0是负无穷 而且这里是正的 再乘个负无穷 你会发现是负无穷 你看 这是带点 带完点以后呢 基本上就出来了 所以说 它有几个根 关键就看什么 关键就看它了 这个k-1 如果k-1 看如果是等于0 那正好一个根 如果是 大于0 那两个根 如果是小于0 没有根 是吧 那相应的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结论了 当 就可以得最终结论 当这个k-1 如果等于0 只有 一个根 当这个k-1 小于0 无根 当这个k-1 大于0 有两个根 就结束了 你看没有 这道题呢 就是按 上面的 一个步骤来 当然中间呢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东西 比如说 求注点 看 那块地方呢 就有一些小的细节 你要通过做题去 把它消化吸收了 那关于这道题呢 我就说到这里 下面再来看一个 第二个题 那第二题呢 它是这样的 它说到这个函数呢 fnx 也就是这个函数呢 不仅仅x有关 还有n有关了 是1-去 跨1-cosx 跨的n次方 让你去求证 这个对于 另一个正整数n 这个fn是 等于2分之1 在0到2分之π 仅有 一个根 那我们来证一下 你看 这个第一问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跟着 唯一性的这种证明 首先我们要先证 它存在 存在呢 当然 也是要按那个步骤来 先跟构造函数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另一下 g nx 等于多少呢 等于它 等于fnx 减2分之1 那也就会等于多少呢 等于它 1-去 1-去 cosx的n次方 然后再减去1分之1 那是不是就 1分之1减啊 对 1分之1减它 那2分之1 构造完函数以后呢 我们就要怎样 求它的单调区间 是吧 求单调区间 你看这个等于多少 这个是不是就是 n倍的 然后1-去 cosx的n-1 然后你会发现 前面有个负号 负xs求导是 你会发现 当然这个负号不要忘 然后负xs求导正好是sinx 所以是负的 sinx 那你就会发现 看你要注意 当这个x属于 0到2分之π 你会发现什么 所以0到2分之π的时候 这个导数呢 这个导数要注意 这个导数我们会发现 这大于0 这大于等于0 那你会发现 这个是小于0 也就gx呢 在0到2分之π上 单减 对吧 单减 那单减呢 就决定了 它在这个区间上 最多只有一个根 或者说是没有根 那你要证它有为一根 第三步怎么办 带端点 那就是带gn0 gn0我们一带去 是不是就等于1分之1 它大于0 然后gn2分之π呢 2分之π的话 我们会发现一带去 是不是就是 负的2分之1 小于0 那你看两点 两个端点一号 是不是就是g gx 在0到2分之π上 有为一根 你看 有为一根 这就是第一问 那你会发现 你看 只要把这个套路 理解清楚 做这种题呢 还是比较熟到勤来的 那我们来看第二问 第二问呢 你可以看成是 与之前的一个结合了 它是让你求这个极限 就是说xn 由这样 由上一问 你要注意 第一问肯定是 为第二问服务的 也就是第二问的条件 大家做证明题 一定要注意 或者说你做任何题 都是一样 做大题的时候 数据大题 第一问 都是第二问 都是第二问的条件 正所谓 没有无缘无故的第一问 当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 大家要清楚 这个第二问呢 肯定要用到第一问 那也就是说 这个xn是怎么定义出来呢 是这么定义出来 是1减去 夸1减去 可散xn的n次方 它是点二分之一的 你看没有 也就是说由1我们可以得 由1得 这个1减去 1减去 cosn的xn的n次方 会点二分之一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它 点二分之一 然后我们现在要说明 这个xn的极限 会点二分之π 怎么办呢 很简单 我们可以把它求出来 你看 1减去cosn的xn 然后 二分之一 开n次方 那我们要求它呢 可以怎么办呢 直接求 就直接来了 你看 就1减去它 然后两边取极限 两边取极限的话 你看看 n趋向无穷 1减去 二分之一的n次方 然后 n趋向于无穷 cosn的xn 那你就会发现什么 这个 n趋向无穷 cosn的xn 会等于多少呢 你想想 二分之一 开n次方 还记得吗 另一个大于0的数 这个重要极限 前面其实已经说过 它会等于几 它会等于1 只要a大于0 在讲极限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遇到过了 它就会等于1 等于1的话 那这个是不是等于0 你像cosn要等于0 xn又要属于0到二分之π 那你可以得到 这个xn必须要是怎样 必须要取向于二分之π 就得正了 那你看 这就是这道题目 结合了 就是第一问 是证明这种根的唯一性 怎么去证明 还是按那三步骤 第二问 看通过这个第一问的定义了 让我们求一个证明数列极限 它到底是等于多少 其实就是把它解出来 然后取极限就可以了 那关于这种方程根的个数问题呢 刚刚就说到这里 关于这一题型 就讲到这里 那希望大家都会有所收获 那谢谢大家观看 这些证明的 想要给大家看 我找到这个证明的 证明的